你还只有12胎呢 我的妈呀 你太厉害了 是吧 我只有高龄产妇 特别有信心的样子 但是他很牛 他也顺产 因为我们俩当时都想 已经这么晚了 要第一个孩子 我们俩都是39岁40岁 才生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所以我当时是坚持的顺产 因为就想是不是 还有可能性来第二个孩子 所以一定要顺产 他更不容易 因为我们家正好那是六斤六两 正好适合顺产 他家刚好八斤 我的妈呀 他顺产 刚好是顺产的太牛了 因为他们都拿月亮举例子 月亮都能顺产 同一波大夫 因为同一个嘛 护士长都是同一个 大夫都是同一个 然后说月亮都能够顺产 你没问题 加油 努力 肯定可以 所以月亮就是 就是诸遇在前 那我就是跟着这个后面 确实不知道孩子这么大 当时医生可能估计的时候 也就是七斤左右 我觉得还能够自己生 当生完了 放到秤上一秤 八斤多 把医生也有点吓坏了 医生说早知道八斤多 他都不敢让我自己生 但是就是因为 月亮提供了全套的 前头的一个样板 我就是按照他 我就说嘛 粘贴复制嘛 就是一模一样来的 孩子的房间 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 四张这样的地图 它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它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 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 各个地区风土人情 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 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 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 自然也都上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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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